现在呢,因为知道,这个是民物,所以围着它, 不要被人坐上去,不要被人在那里晒晒雨晒晒的那些, 围着它,围着它,多少号鸡碑呀? 3号,3号,那怎样呢? 直接坐在那里,不让它坐在那里, 这是保护,这是属于深圳的名管, 心理我名管的,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讲回这边, 陈基何时,我们有条铁路是奔铃去新纽国的, 1901年,当时因为我们中国, 火车路打滑在东北, 打碰在北京到武汉, 平汉之路叫京汉之路, 长江峰,没有火车,就断了, 武汉去到广州,叫做粤汉之路, 来到广州之路,来不到香港, 当然英国人拿香港很多原因, 其他原因是在英国, 将西方的东西运到内地运卖, 将内地资源运到香港, 但没有那条铁路怎办?很不方便, 因为当时要求铁路, 铁路叫九江铁路,分两次, 九龙一边由尖沙掌到楼, 叫九江铁路樱段, 然后深圳到大山路, 叫港九铁路, 当时新闻市没有钱起, 就要借钱, 问谁借? 由仪和担保和汇丰借, 借多少钱?125万英镑, 借钱做抵押, 就将广州到深圳广州做抵押, 因为很多朋友在英国移和, 现在谁借? 问汇丰借, 100元就够6元利息, 即是6厘, 遲些英国的银饭债券是4厘, 想要买, 6厘, 借钱一时才扣6厘, 即是我借100万, 100万捕给你, 拿起600, 这样的, 起了之后, 当时, 讲了讲起, 最早期是2尺轨, 后来就给了4尺8寸半, 于是乎有多些, 就在这支线, 希望在粉宁期到三国, 因为当时深圳是没有虚的, 即是深圳是没有现在很旺的, 最旺是三国, 希望大旺三国, 希望大旺三国, 希望三国多个圈, 屯门元朗一带来的, 于是乎1年4月开始, 起了一条杂轨铁路, 2尺, 现在我们那些是4尺8寸半, 因为国际上大部分都是4尺8寸半, 原则上, 我们可以在香港坐车, 去到白角巴黎, 去越南行不行? 越南是2尺, 减步骤就可以了, 打转币是2尺, 于是乎将多余那些是2尺8寸半, 以前在1年10月完成, 通车, 通车, 我们看到, 这条是我们的, 现在我们的, 这条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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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是支线, 这条是支线, 这个地方, 那多少钱支费? 如果现在便宜了, 现在在街街街, 2尺纸扎不扎, 你不扎的, 不扎的, 但是当时, 我们留这条粉凌, 去到三十块多, 2尺纸, 有几个站? 头部及尾五个站, 粉凌, 很凌, 河坑, 石中坑, 三十块, 2尺纸, 为什么当时, 我们的客家, 买单菜, 一单菜, 5尺一单菜, 出来2尺, 回来2尺, 4尺, 只1尺, 打车就不转火车, 行路,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这条火车, 这条火车, 路车, 是没有马车头的, 没有马车头的, 是啦, 由这个粉凌, 去到这个三十块, 几台车, 55分钟, 走得很快的, 走得很快的, 这个了, 没有马车头, 于是, 这条车都不受欢迎的, 这个粉凌, 这条车车车, 这条车车车车, 这条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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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这条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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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難了半個 只有半個 那種覆蓄是怎樣 就是這樣 這樣覆蓄你 為甚麼 沒有壞掉頭的 沒有這個冷氣的 日曬雨流的 就是這樣 坐在頭 就是這樣 你坐不坐 當旅行坐 沒問題 坐在這些液鐵路不受歡迎 加上政府開始興建30個公路 跌路就沒有了 現在我們除了見到一個半 我們還可以連碼見到舊火車橋 還可以見到一條很長的火車路軌 這裏還在 這裏在我們說麻糟嶺下村的新聞裏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因為當時不是鐵路 所以政府買了一些火車頭 就換了它 這條鐵路不要用了 於是這個火車頭還在菲律賓 做甚麼 用來運借 因為借完 地方很寬貴 用雜軌 運木材那些 十一年時間這條鐵路就沒有了 沒有了 就這個了 現在回到菲律賓 後來因為我們起了火車博物館 就將它馬金回來 於是收起後放在這裏 去過了 甚麼叫火車 因為那天是燒煤的 水水蒸氣 我們推動這個引擎這樣追 所以我們叫火車就是這樣 這輛兩尺的火車 剛才說粉絲的地方在這裏 孔麗還在這裏 和黑沒有了 石沖那單半個 總站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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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新樓街 新樓街 新樓街 這裏就是新樓街 新樓街 這裏就是新樓街 這裏就是新樓街市 好者的鴛鴦 彈鶯子 強勁的鶴籃等級的伐鴦 非常棒 是否好吃 好懷念 想不想吃 好了 我們玩過了 這裏我們說的是深圳中央街 這裏就是香港的中央街 這裏就是福斯會 如果我們要過去 第一件事你先進得到新樓國 第二件事你先過這裡 這樣才能過去的 我覺得新樓國的火車站 做到什麽我見到 除了剛才我見到過半站 還有一條路軌 就是那條 這裏是電燈柱 下次有機會找到中央街 是否記得找這條 今次的還有一條 就是這裏 兩條 這條就是街河 這裏就是深圳中央街 這裏就是香港這裏 它買什麽 賣香粥 很旺 為什麽 因為那裏是不可以買一件事 所以村民就是在那裏上過來 在深圳過來香港買東西 不用過界 就是這裏 現在這張 現在看到封了牆 就是這樣 這個地方 這條就是路軌 路軌 所以我見到 因為以前有火車站 很多木頭車 貨車在那裏 所以叫做車平街 這個車平街 這個英文叫做Car Park Street 這個就是車平街 很有趣 同一個地方 還有車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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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下車平街 打擊位 打擊位 就是我們說的 這裏 還有這裏 可以嗎 有這麼容易講 新華國到1941年 二份 日本佔領廣州 佔領大亞灣 他又不是馬上打過來 不是馬上打過來 他又停了一段時間 中興街 他叫做中興街 中興街 如果說因為 剛才你講的 三四五六七都在那裏 左艇 插他 於是準備供香港 當時日本人打香港 他分數六六 一個是三角過來 一個是火車過來 一個是海邊過來的 三角六六 這個地方 當時除了瞻之外 在這裏有個謙兵總部 謙兵總部 現在我們山海 我今次的頂 還在這裏 這個地方 因為當時的中興街 這邊香港這邊 還未是日本人來 所以這邊是成為 遊擊隊的基地 很多情報有活動 我們東方中隊 大團隊有活動 活動的地方 英國的地方 當時還在英國 英界 很多遊擊隊有活動 收了情報 還有這個地方 成為遊擊隊 這張照片 就是當時 蓮華坑 一個老戰士 畫出來的 這個就是現在 我們香港 西樓國小巴總站 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華界的地方 日本人來的時候 一在欠兵部 就是看到這個 為何呢 這是蓮華坑的原居民 葉維里 那時是十歲 當時連馬 有個原礦 有個原礦 原礦 當時 日本人佔了原礦 將原礦 用來做子彈 當時 葉維里幾個小朋友 十多歲 就覺得 拿些原礦 來做子彈 打中國人 於是要破壞他 當時他們這些年輕人 就負責運財 運信管 於是他們三個人 就密謀 將那些炸藥馬信管 綁在那裏 炸那個蓮華坑 但日賓很聰明 找鐵線綁一些罐頭 他們有一撞 就很響響 於是他們就失敗 失敗了整個城堂 百多人都在那裏 他就要跪在那裏 跪在那裏 腳夾著一支機槍 很痛的 問了七十七夜 這個就是憲兵總部 這個地方 現在還看到在那裏 還有的 還有在那裏 好了 村民困在那裏 現在我們的小花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本來就是小黃峰 現在就是郵政公 這個地方就是 當時日本燈人 這堂樓都困了村民在那裏 新樓間成為我們遊擊隊的不同基地 這個地方 其中這間 我們在前兩年 因為我們寫了一本 有關東江中隊那大堆歷史的東西 於是我們就負責送那本書 送蚊給他爸爸 因為他不在這裏 這個地方 我知道這個遊擊是基地 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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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濱打過來之後 怎麼都落很多 一些日濱的公事 在新華國 香港這邊 這個就是機槍部 機槍部 向著新華國那邊 這些地方現在不是禁區 我們可以在那裏 你們可以自己去 那就是新華國這件事 我們日本人來之後 因為當時不是馬上打過來 於是門困在那裏 見到這裏 就是我們說的日濱的地方 即是現在我們說的華界 華界 這是三號界 見到日本軍人守住 這些都是日本人守住的地方 剛才講了 因為吳憲之後 三號、七號就抄了 等了 到1945年815號 日軍投降 唐許舍當然沒有一條界 當時國民政府 馬上跟國安政府商量 希望重新動翻這些筆出來 於是當時派了一個民政廳 聽長徐景堂還代表來到香港 跟英國政府商量 動翻戒筆在那裏 代表 也簽了一個備忘錄 中英街的變化 我們見到這就是生活界碑 從這個界碑到深圳幾公里 6.43公里 6.43公里 這是里程碑 這些地方 生活界碑都在這裏 英國人 日本唐州 國民政府的士兵 都在這裏 這是英國的 當時一個總司令 來到朱英街 跟這個士兵 這裏就是我們說的深圳 這裏是香港 這個地方 當時是1946年 我見到解放前 這裏是哪裏 新樓街 這裏就是我們說的香港 這裏就是我們說的四個什麼 這裏是深圳的界碑 1949年10月深圳解放 於是我們見到 將這裏的決裁解放 這些地方 講講之後 當時只有解放 國興前本就開始在邊界撤房 以前來往不需要任何證件 走過就可以了 但開始有個撤房 都沒有人過的 不用證件 就要撤房 1951年20日 正式邊境管理 結束時候來往 我們叫風河 即是由1951年20日開始 我們進去深圳 我們要憑回鄉政 就結束自由來往那種便利 因為港英是這樣 中華政府是這樣 你那天開始 自防不防就自防 所以30個在邊境禁區 禁區是這樣來的 我們看到這個街坊的 這個街坊的 然後看到這裏很經典 這個是三號架石 這個是雙共邊蹤的解放軍 這個是英國的軍 這個是英國的警察 我們警察 這個解放軍 沒有數 在兩邊走 那兩個人叫吵架 不是 兩個人聊天 聊天 聊天 因為這裏 這個九五分 不是私訊 這個警察 也不懂中文 兩個人聊天 不是吵架 我們說吵架 就是這樣 這個 當時這個商業 這麼雙邊 沒有工隊 沒有工隊 一路深圳 都不吵架 不吵架 這個地方 這邊就是我們說的香港 這邊是深圳 沒有什麼 不吵架 就是這樣 所以開園開始 怎樣 就是一個不成文規定 港英這邊 它不會過這邊 我們環架這邊 又不會過那邊 就是中間是無形 這個 有沒有看到 這個肯定 就是我們三號架石 這個 這個就是西津峰 邊境禁區 不過得去 這個是四九年 七號架壁 剛才你說 以前是一條河 後來是一條橋 以前二號架壁 就凹了下去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現在我們進去西湾街 就在那裡進去 進去 這個地方 我看到 這個就是解放初期 三號架壁 這些地方 我看到 這個就是中國 即深圳那邊的報告 就是看到 這一片一堆東西 分開了 這個 這個就是五十年代 過美判斥的時候 這個地方 一直在變 到這個 後來 中英之間的家人 原來緊張 於是看到這些 武功隊 站在高處監視整個三號架壁 香港也沒有傷口 看著這個三號架壁 這個地方 這個 當時因為中英街 是一個封閉的地方 很蕭條 還沒有開放 所以看到人都不多 人都不多 那些戒壁還用在那裡 五號戒壁這些 看到這個七號戒壁 還沒有填 是一年 很少人 還沒有開放 五一年 港英除了 這個邊境風 還要做什麼 就把這個三號港 很多地方 連來禁區 連來禁區 即是我們看到 一路站開始就叫禁區 因為禁區 一定要禁區通行證 過境間隔壁證 旋民證才能入到這地方 其實三號港我們說很大 三號港很多地方 譬如我們說的長山谷子 紀雄孫屋 發達堂都屬於三號港 但那些一路都不是禁區 禁區幾年開始 1951年六月 六月開始的 如果我們想過去 有政見 什麼叫間隔壁證 因為當時香港的農民 在深圳有田地 沒過去監 深圳農民在香港有田地 沒過去監 這是我們的監促證 即是說拿來監促證 可以怎樣 可以去到這個地方監促 譬如我們見到 這個是連麻爛的 它在小限的地方有田地 拿去證可以過來 過來過去 這張有一樣 這些是軍事證件 或者我們去這張 這張很失業 去到哪裡 去到馬草路、洛馬州、上水、沿浪 這張都是個地方 它可以過來耕田 是否有錢 很有錢 過境間隔壁證 這也是 船呢 因為坐船出海 一出去就屬於香港的地方 這也是通行證 這就是早期政府的通行證 通行證 在香港還要做事 因為那裡是沒有旅行 不給考察的 這就是我做事的通行證 2013年 連麻坑、山樓閣、打鼓嶺 可以去到各個地方 做甚麼 去做事 做顧問 做顧問 沒有錢 沒有錢的義工 為甚麼 因為我們從2001年開始 每年到連麻坑 做很多的事 所以我們靜在這裏 自己都可以到現在 剛才給大家看的就是 如果我們今年不做 明天就沒有了 有數據 可能要給你可以嗎 可以 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去 就是你去 就是這個意思 沒有療症 對不起 不能去 但療症是不可以過中間界 後來的就行 這張是不行 就是這個意思 做事禁區部分 唐突、新村、戶寧頭 是一路坑 丹水坑 山坠的地方 即刚才我们所说的 金融书屋 长山古址 那些人不是禁区 但有没有去过 有没有去过法大堂 是哪里来的 有去过 没有人去过 禁区是哪里呢 1号站 我们叫1号站 就是这里 有没有忍着 在前床西医庭 到那里去到那里 给这些人转回转头 转车转回转头 近日做的徒劳去哪里 去六顶 记得吗 六顶 这都是1号站 1号站 早期禁区 1951年5月开始 游到这地方的1号站 这就是乌石国 我们看到这席币是深圳 这是我们的码头 这乌石国都属于什么 属于禁区 多数的禁区来说 禁区来了 这个地方 这就是乌石国 这间天后廟很漂亮的 这间是乌石国天后宫 为何呢 因为很可疑的 由5月开始成为禁区 一路都没有搞过天后弹 到一开放禁区 他们搞天后弹不懂得搞 那麽多年没去过 村长是女的 灵区 这个天后宫的妙中也是她的 她找到我了 为何我们每一年同年 肯做个大Party 二百机围 整机围很湿水 找我去 找我去做什么 帮手布置 帮手程序 最后是斩笑珠 懂得斩笑珠我们不懂的 另外学过的药 于是帮手做什么 做了几列 所以教识他们我们就开始不懂了 这是乌石国天后宫 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禁区来的 都是禁区 禁区 现在后来开放了 这些可以去 担水坑 这些地方 这些很漂亮的 为何呢 因为由这个起武到现在 未能动过 第一件事没有发展 所以他们不会重修 很多漂亮的地方在那儿 这些就是我们讲 第一次收入国开放有没有去过旅行 有没有去过那些地方 没有去过 现在我们可以去 这些地方是可以去的 这些是不需要太多次的 知道吗 不需要太多去多 所以我经常说香港人 好高无怨 贪慕虚欺贝 有没有谁去过泰国 有哪个没有去过日本的 好笑 但这些是没有人去的 不是禁区也没有人去 现在欠着禁区 有没有道理 我们很有趣 但因为这样太多了 如果大家记得当时开禁工 很多人去的 很多人去做什么 下车第一件事 排队去厕所 然后走到那个地方 买个茶果 买个酒店鸡 然后回来排队去厕所 然后上车回去 所以对新洋国完全没有印象 但这些人去到之后 因为太吵 很吵 那些领队是不生性 担心的 那些参加只是封地 是郊津 冬地是纸巾 影响了新洋国 村民在休息 所以现在有没有人去新洋国旅行 没有了 为什么 第一领队不懂得介绍 第二我们不知它是什么 没有人去介绍封土人情 没有人去介绍建筑 所以现在就没有了 现在我们叫群雅小学 这些地方 这个判林 这些地方 这个真的禁销来 为什么 以前我们开放 未开放之前 我们进到这里 看到区旗国旗 这里是三人口岸 我们坐直东巴 在下车 这个地方 然后在横压上过去的 过去的山嘴村 现在山嘴村不是禁销 我们过不了它 过不了它 是禁销过去 不是禁销过不了它 很有趣的 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了 这个就是中央街 这个是三人口岸 现在封了 第二个坐直东车 在三人口岸就是在这下车 这个地方 这些地方因为随着开放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 已经成为历史了 为什么开放它 它们一边玩去拆 这些地方变成了 如果不是原来的样子 这个就是三国山嘴村 六条村我们开五条半村 开五条半村 这些很漂亮的 一些很漂亮的客家屋 这些很多 我看到这些很多很多 以前我们去的时候 很多人进去池郎 因为这些是禁销 现在不是禁销 我们的团友从圆包围 完全不尊重人家的历史 于是现在所有的池郎全部生了 不欢迎 不欢迎 我看到的鱼柳 这些很漂亮 现在慢慢都不准去 都不准去这些地方 我们看到两个狮子 滚球 狮子很难滚的 滚球是一种吉祥的东西 很多吉祥的东西 如果我们认识它 可以跟大家讲解 讲这些吉祥的含义 很多领队都不认识 于是就没有了 这些地方很多很多的池郎 比如黄公寺 上面记得很多东西 都不一样东西可以解释 下一次 这个地方不是禁锅 下次我们搞少议流程 好吗 因为不是禁锅 几时就可以了 对 我先说 你先听 你先搞一些油 你先搞哪些 半天可以了 因为三个季都不能吃 吃半天可以了 对 这些地方很漂亮 很漂亮的地方 可以看到这个 我都有边幅 这些呢 我们五幅龟堂 很多东西的公仔 但因为很多人去 所以令到那些村民很反感 现在全部新闻门 全部新闻门 就这样解释了 这些池堂 就这样来 现在在禁锅裡面 现在是关帝庙 很有趣的 关帝庙 我入庙做什麽 看看庙的历史是怎样的 关帝庙是山嘴村 山嘴村 半条村是禁锅 半条村不是禁锅 现在是禁锅 当时他们是客家人 他们去外埠做事 去到金山打工 回来是人急钱 起座的禁锅 所以你看到 其实有个很漂亮的 木黑队云 里面 关帝爷爷 这个就是关帝契仔 关亭责案人 这个是周聪 很喜欢这个人 为什么呢 胡叔六爵 是不是很可爱 这个 关帝爷爷 就是大关东 这个 这个就是关亭 最有趣的是悲闻 里面讲了 为何建一间庙庙的历史 讲了什麽 这些就是我们讲的 光水二十年开始 这些说了什麽 就是他们有份捐钱建一间庙的 这些人 看一看 这个是什麽 新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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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裏 哪裏 新金山 澳洲 澳洲 这个是老金山 六多利富 这个是新金山 这个是新金山 这个是南花旗科伦 是哪裏 特众有奖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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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东西 这个是多大文政法 多大文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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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说当时他们是什麽 客家画 认回广州话 我觉得是认回这个 英文变客家画 客家画音 很可爱 波士顿 多大文政法 多大文政法 不是 都是美国的 美国的 这些 罗省 这个就容易了 这个是什麽 是 罗山记 罗山记 是什麽 罗乘记 是什麽 这些 这些 就是说 很多地方 到其他家人 千里 去到外国 找食 最初在美国 加州发现金档 后来在澳洲发现金档 所以加州叫做旧金山 澳洲叫做新金山 看香港历史 就是这麽解 这麽是禁区 这也成为香港最后一个法定估计 香港有132个法定估计 我们去到多少个 不知道 不知道 去过不知道 这个怎麽过来 但这些是禁区裏面的 去不了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现在做了学校 在学校裏面 我最近去都在维修 但到这裏一定有禁区子 遗憾 这个地方 这家也有趣 这家也是禁区裏面的 这一家就是邓氏宗池 通常在池塘上面 那个梁顶上面 有个镜子 那个北斗星 它是把他摆出来的 摆出来的 这个好处是什麽 很多万大 不好处呢 那些大科学一趟流 一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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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见了 摆不摆下去了 这个就是邓氏宗池 宗池有趣些 因为上面这套 这套容口版 就是我们有这个的 暗八仙 又是什麽 有八宝 八宝 八宝 我们八宝分 佛家八吉祥 道家的暗八仙 和习家的八宝 那是什么 如意 玄宝 西角 书画 胡佬 艾叶 金钱 十几样东西 出了八样东西 那叫八宝 所以我经常说 出了什麽 就是这样来的 那现在全香港 我走那麽多 只有这个 池郎是有八宝 齐心八宝 是这样的 很有趣 就是八宝 好了 有期时间 先休息一下 是 宗长喝一口水 宗长 你很厉害 你的粉丝 全部都全神贯注 大家一点都没有黑眼 而且有很多东西 有很多东西 有很多东西 有很多要知道 你要问 我看你刚才问 大家都懂得回答 是 有专心 但是我们又来玩一下游戏 首先 都是问答游戏 这个中英街博物馆 是哪一年开幕的呢 我们有ABC给大家选择的 首先A 1985年 B 1990年 C 1997年 好了 懂得回答的朋友 3 2 1 你见到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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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 你先 这位 1990 1990 对啊 对啊 很厉害 刚才好像没有说过 我没有说过 字幕也打出来了 那你也记得 刚才字幕也打出了很多年份 好 多谢 那我们又送回一份Y区社的纪念品给你 对啊 接着呢 好 再问一题 一会会说多一点 香港边境禁区这边 就是沙头角 曾经出现过枪战的 当时是以下的哪个年份呢 A 1954年 B 1967年 C 1978年 放下 放下 好 准备好 1 2 3 好 下四个位 第二位 是最快的 1967 对啊 1967 对啊 是的 我们又要一会说说故事 大家了解多一点 嘞 蘇sir 你还没喝水 可以吗 先喝水 是的 建厂的朋友 看来也对沙头角很有兴趣 刚才你所说的 有些地方 其实是可以去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 每个人都以为 沙头角都要申请禁区子才能去到 又不是那里的区域好像困难一点 其实现在很多团是可以去的 对啊 但是现在去的所谓禁区 就真是两体 我选你不要去住 是 我先 等你去 那现在那个码头 是否可以去的 去的 都要禁区子 都要禁区子 哦 所以很多人可能参加一些旅行团 要安排到才可以去到 是的 如果搭船去开附近 就经过看一看 看不到的 是的 那就是要丢搜索 是的 那有机会 我们都安排一下大家 可以去参加 不过要等多几个月先 我们先安排一下 那这个时间继续交给阿蘇淳了 那说一下1967年发生什么事 好了 那我们讲一下 继续吧 好了 那三个月都是我们讲的 中国一个开放宇宙 比如开放宿营 大家知道是五数 我们内地五十年代 出席年代 一个就是自然作为 三年的自然作为 加上一些政治运动 于是乎 我们内地的经济非常差 大家记得 以前我们回到香港 就拿过很多东西上去的 记油包 记油 回到香港 就除了必须穿那些 其他全部都脱下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很多原因 天灾人和正义运动 所以新加州国也是一样 因为新加州国很近变区 所以很多人在新加州 经过张街走来香港 你都记得当时六七十年代 很多人我们叫逃港潮 我们叫偷渡 很多人问来香港 如何来香港 要是爬山要是游泳 游泳就是海过来 爬山就是在不同山下来 中英街过来 所以很多居民在中英街来 当然香港政府有个叫抵擂政策 你来到香港就可以了 当时香港很需要人手 大量劳工不够人用 于是多多来都要 又请到这地址 又用你去市区 你去抵擂政策 当时很多人在新加州国阅 那亦如说是为何报平安 哪 eye皆为ですか 谁会去哪,到平安,我们叫戒河会, 这就是一历史,我们不可以只说好不说不好, 这是一个历史, 当时在不同山捉到截到偷渡的人, 那时很多人都去不同山认人, 当时柳心振河都有, 这些水道,这些偷渡工具, 这些我们都不可以照说, 这边过去香港, 家庭婆七六戒在那里叫过来, 三婆你现在去香港,没事了, 你叫我们叫过去,戒河会, 都几辛酸, 这些逐渡的物品, 所谓上朱铃姐,遣返, 当时我们讲的内地政治经济最差的地方遣返, 67年由于内地的文化大革命, 我们讲的那种思潮, 当时是对港英政府不拒绝不容忍的态度, 所以中英关是非常差, 我们看到这个是当时中英家在那边, 这个是香港已经过去的, 这个是刚才我们讲的宪兵总部, 做宪兵总部的事,现在还在这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旧时的警方, 现在拆了,搬了出去的警方, 这个是六七年的时候, 我们见到这一个就是深圳, 深圳那边, 深圳那边这个地方, 大家记得六七年五月, 由于这个人造花厂, 当时我们的工人加班没钱给, 我们讲的五月风暴, 本来是一个劳斯斗魂, 政府就击防部队去, 以前我们讲的五月风暴, 我们讲的反映抗暴的时候, 中英关是非常之差的, 于是乎当时内地很多人就想, 想在这个深圳那边过来收回香港这个地方, 所以当时很差, 到六七年的七月八月上午10点半, 到下午四点十五分枪战, 在深圳那边枪战这个地方, 当时有两个, 一个说当时民兵在深圳那边开枪过来, 因为当时深圳那条深圳那边直线过去, 有两个说当时他们在深圳那边开枪过来, 刚刚有对港英警察下车, 六个打死了五个, 三个是华警,两个是巴斯基,是警察, 另一个是他们过一届过来开枪打, 当时周总理下令不可以再发生, 因为当时我们中国在北边, 苏联和我们不友好, 苏联、朝鲜、台湾、越南等都违离了, 唯一的避光是哪里, 第一个避光是香港, 如果连避光都没有了, 中国就无法透气, 拿不到资金、拿不到技术, 拿不到很多东西, 没有了跟外界的通讯, 于是一定保持香港不开心, 所以周总理下令不可以容许再发生, 这就是一个历史, 那时很紧张, 所以看到收入闻冬包围警署, 其实这个已经过了隔壁, 我们讲的英街警署, 现在拆了这个地方, 即是看到英冰不是警察, 英冰不是警察, 英冰倒在沙巴, 很紧张, 准备开钱, 7月9月就看到这样, 当时这个是一个地堡来的, 现在改了, 这个地堡当然是日本人在开的, 有人说他在开枪打过来, 这个直线打过来, 打过来,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三国界碑, 打过来这边, 当时这个直线过去, 就是现在我们的三国家乡议会, 当时这班警察在下车, 下车就在准备掃过来, 即是打了五个,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见到这个, 这个都是禁区, 我们去不了的, 去不了, 禁区这边, 第一就是有报道, 第二, 刚刚我先几年, 跟一班人去了三国一次, 带他走中心街, 带他去那边, 这个当时有份下车, 但他很幸运没有打中他, 因为当时的三国一定是警长以上, 他可以的, 当时的情况, 他有个非常幸运的人, 这个团很有趣, 我做领队, 港英一个警司, 退了警司, 一个警长, 加上当时被港英扣留的, 我们所谓反左派人士, 我们叫YP, 搬到车署吞头发食像张, 一起去, 周团很有趣, 我说有港英警察, 又被港英捉了去的, 我们当时的YP仔很有趣, 说回故事出来, 这个地方, 当时的形势告诉我们, 这就是双击事件, 很重要, 双击事件, 所以港英政府出了很多装甲车, 去到边境, 去到边境, 这个地方, 这是7月9日, 7月9日, 出了装甲车, 这一个景光, 你看到周团的, 那些机枪, 其他打得整天花了, 当时最恶劣的时候, 现在是哪个位, 就是这个位, 这个位, 这个位了, 我们在这边拍过去, 现在拍过来就是这个位, 现在这个位,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 演影总部, 这个就是总英街, 这个就是历史了, 当时因为我对此很重要, 所以港英的军队, 就是在全国西洋国, 最高的地方, 淋了三包, 那些机枪, 向着这个周团阁, 向着这个周团阁, 这个地方是哪里, 整个西洋国最高的地方, 就是我们讲的这座, 蕭虹局, 蕭虹局, 它现在是蕭虹局, 顶上那里, 现在蕭虹局做了什么, 现在做了油局, 很多人都做了, 专业走这个地方, 见封信, 为什么呢, 有个西洋国的油磋, 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当时, 我们看到对面, 这条河, 那时没有围场, 什么都没有, 这是新口街, 这班就是我们的民兵, 隔条河, 支援香港的, 我们讲的反英港部, 将五月风暴,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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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 民兵聚在那里, 支援这个, 这些当时是民伯大家, 明早期的时候, 这个了, 这六七年, 郭英杰, 所以当时, 我们看到, 守着介绍民兵, 是抵上枪, 抵上枪, 因为很紧张, 这就是我们讲的香港, 这就是海沙楼, 这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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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 大家看到, 这地方是七澳桥, 那时有河在那里, 守满了, 那时很紧张, 很紧张, 这个是警察,